警校人员27号清晨 载自前往旧阀湾师王瀑布搜救 8点55分在瀑布上方 徐霍师中登山客理性男子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立刻请求直升机吊挂送医 急救后仍宣告不治 后送屏隆基督教医院 经急救后宣告不治 那检视里南头部有失裂伤 及全身手脚插错伤 初步研判受伤原因 因为坠落三坡所知 那死因上代相验结果厘清 据警方表示 里南跟友人一行8人 相约26号一起前往师王瀑布践行 因为里南在队伍前方担任前导 不料后来却失去里南踪击 当地族人表示 师王瀑布是部落胜地 每当发生意外 就可能为部落带来厄运 对族人来说相当困扰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协助解决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是说 不要乱跑 对我们这些山友 或是这些赏科 我不是说反对 那因为他们不懂得 不懂得尊重我们传统领域 伤害到我们部落的 这个主人的这个一个文化 过去到现在 师王瀑布已超过10期死亡意外 大多是不按地形跟水文所造成 因此在地族人希望 外来山友 最好有部落族人带领陪同 才可能有效预防 类似意外发生 缘织完巴浪 比诺马加 尝不到 小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